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老鹰作为天空中的王者 它们傲视所有地上的动物 而鳄鱼作为水中最大的危险 极少有动物敢去挑战它们 而当天空中的霸主和水中的霸主 装在一起的时候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有一群小鳄鱼 才出生没有多久 便被一只老鹰给盯上了 尽管鳄鱼们在长大之后 嫌少有动物敢去挑战它们 但是在它们小的时候 确实一点威胁都没有 所以它们经常就被一些其他的捕食者盯上 所以这只虎视眈眈的老鹰 将这只小鳄鱼当吃了自己的大餐 不过就在这只老鹰想要动手的时候 鳄鱼妈妈突然出现了 这只鳄鱼妈妈 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老鹰的存在 所以它安心的叼起一只小鳄鱼 便开始向水中爬去 而这只老鹰便直接一个猛扑下去 然后一抓就将小鳄鱼 抓在了自己的爪子上 鳄鱼妈妈也急忙想要去咬这只老鹰 但是这只老鹰的速度十分的迅速 所以便被它给溜走了 在看完之后 网友们纷纷都被这个360度大反转的剧情给挣住了 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中和我们分享